灰蒙蒙 云层很厚 路上行人外套全都包紧紧 因为入秋以来最强的冷空气报道 这波东北季风会从今天一直影响到星期四 这段时间就见白天来说 高温部分 北部东北部比昨天下降了四五度之多 我们预估见北部东北部高温大概只有22 23度左右 那其他个地的温度下降幅度还不会那么快 北台湾整天冷周收 低温下探19度 中南部地区 虽然白天高温还有机会上看30度 但早晚低温也只剩20到22度 得留意日夜温差大 东部低温也只剩21度 东北季风发微 气象局也提醒要留意降雨状况 在基隆北海岸地区 大台北的山区 因为段段序区一直下着雨 会出现局部线的大雨 再来宜兰地区的雨势也会比较大 那这段时间 北部东南部地区都属于比较会下雨的天气 天气转良 还得注意关岛地区有一个热带性低气氧 有可能形成台风 不过气象局预估朝台湾来的几率低 对台湾的影响还要再观察 而眼前的这波东北季风 要回暖得等到周五 提醒民众注意保暖 大家希望黄金田梁家明台北报道